同學一次用力刷著地板 避免地板油泥讓長輩走路跌倒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推動 寒冬駐老刻不容緩 獨居弱勢長者而關懷激化 攜手大學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搭著學生與事工 一起前往長輩家裡幫忙打掃環境 每一年的歲末的時候 都會有寒冬駐老這樣的一個服務方案 那他就會有大掃除這個服務項目 那我們就會是至少一年 幫他做整個環境的大整理 那平時他還可以維持家務的部分 我們就會讓他自己去維持 因為長輩其實還是有些自主能力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進來之後 我們會隨時去看他 除了原本他申請的送餐服務之外 有沒有延伸其他的一個需求這樣子 今年82歲的阿榮阿嬤 是身上個管師轉介的個案 宏道實地仿視之後啟動送餐服務 原本阿嬤還可以自己整理家務 但前陣子在家跌倒 導致行動遠慮不方便 因此特別前來幫忙大掃除 阿嬤來幫你倒邊這個環境你感覺如何 吃好 吃好啦 吃感恩 吃好 那你無情需要什麼幫助 我就沒那麼大人病 我腳腳比較沒力 沒那麼大人病 吃好 休閒西洋年姊 顧子安 劉思凱 陳鴻 聚 黃啟宴一起前往西湖 幫忙阿榮阿嬤打掃居家環境 整理物品協助處理大型垃圾 因為我是第一次來到這邊 那一開始看到其實 就是也是覺得 就很像自己阿嬤家 就是阿嬤家的翻版 然後其實也是帶著一顆熱情的心 然後想來幫他把這裡整理好 讓他有一個乾乾淨的環境可以好過年 至少在家裡走 不會可能這裡一堆那裡一堆 我相信老人家自己看到心情也會不好 那我們就是來這裡幫他一起整理好 我覺得夫人是打掃器具 然後地盤這樣 那你今天來幹什麼做服務學習的感覺 感覺就是 第一次看到這種環境我也是蠻驚訝 所以想說 既然要做我們就把它做到最好 然後讓長輩有一個好的環境生活這樣 大家大學休閒西一直是紅道投入社會服務的好夥伴 已經連續五年響應寒冬駐老的活動 每年都有許多學生擔任志工 謝謝學生參與長者居家的清潔 不只是協助整理居家環境 年輕人的熱情也溫暖了長輩的心 寒冬駐老,有你真好